真是有意思 我在海南我去吃了一个好吃的东西 海南美食糟粕醋 吃过之后我觉得好吃啊 然后我就跟大家推荐 推荐完了之后人家今天告诉我在海南已经出现了 司马南同款 你看看 这就是司马南同款 说是我吃的这个 哎 我怎么觉得不太像啊 那天我吃的是这样的 现在照片上都是这样的 海南糟粕醋真的好吃 我吃过 我当时觉得好吃 我夸过 我做过小作文 我拍过小视频 我把自己真实的体验告诉观众 一点不藏假 而且我写了很多细节 我发现呀 关于文章的细节很重要 细节真实 细节经得住考验 别人产生同样的感受 那好 你的细节 传播出来的信息 就和你笼统的跨了一段花似的 那是不一样的 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有遇到过听闻司马南传递的 呃 糟粕做好吃的信息 然后跑去吃过之后 说这个东西不好的 没遇到过 唯一的就是有两个小夫妻人家是重庆的 说这个东西不够辣 人家海南人吃不了那么辣 你知道吗 可见 人同此心哪 可见 唯有美食和美色不可辜负 可见实色性也 现在大家都学传统文化 实色性也 这是孟子说的 孟子告子上嘛 告子的观点是 实色都好 性也句号 人内也都好 非外也句号 意外也 非内也 这是告子的基本观点 孟子的观点大家都知道 人意理智 人意理智是内在的 非有我外社也 就是你外边抹上了一个假装一个人意理智 不是的 人意理智一定是内在的 外说 绝不是你外说的 图一层 假装人意理智 假装正人君子 其实是流氓 黑社会 孟子的观点 人意理智 非有我外说也 我固有之也 并且他诗经的观点 支持孔子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 那孔子有没有讲过 实色这个问题 讲过呀 孔子的观点是 五位见浩德 如浩瑟者也 这是讲一般人性 孔夫子的意思是说 我呀 周游列国呀 走着这么多地方 我就没见过有人呢 爱好道德 如同浩瑟 意思说 一般的人性呢 还是呢 失色心也 而且追求道德这件事情呢 它和 浩瑟 那不是一回事 因此孔夫子才讲 人意理智吗 才讲教话吗 才讲人哪 一定要学而实习之 那唯有美食美色不可辜负 这话我也不知道哪来的 还有人呢 背包客说 唯有美食美色美景不可辜负也 这话也是讲的一般人性 在我最好的时光遇见你 这爱情吗 在我最好的时光里遇见美食的精致 那恋爱和美食什么关系 恋爱可以慢慢谈 红烧肉必须趁热吃 凉了它这个蛋白症凝固吗 网上很多人写小作文 骂死马男 你说什么都骂 你说遭破错 他就不骂了 说明我跟他们一样 我没有必要掩饰自己的庸俗 我是个吃货 对吃货来说 这个世界上唯一不能吃的是什么呀 有人说对美食我告诫自己吃都会死 但事实证明我真的不怕死 也有人说美食无限好 吃饭要趁早 还有俏皮科 说我想走过春花秋月 夏夜冬雪 长遍川敏香灰 这鲁苏月 咱们到不了美食家那种程度 但是享受生活的简单 那天我去吃糟粕醋 我是一个人去的 因为我丢三拉四那天说老同学在海南聚会 我去 去了之后 我说我都到了 老同学说你傻老头 是明天不是今天 那怎么办 那我只好一个人 享受简简单单的美食 那天吃的还真好 所以我就做了一篇文章 写的相对来说比较长 海南一个美食家夸我 说你写的那么多细节 我们在制作美食过程当中可以借鉴一些 对人生来说呀 享受生活中简单的制作 在锅耳瓢盆当中呢 你找到那种朴实的乐章 这也是生活热情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喜欢做菜 做菜之后呢 我还七个碟子八个碗 造个形摆起来 好多人都是有什么意思 这种人好像他说 我不讲究那一套 你不讲究是你呀 我们就不可以讲究吗 吃饭为什么不可以七个碟子八个碗 色香味形 你如果说你做了半天 一会儿就吃完了 风卷残余没有意义 那我能不能追问一下 你化妆有意义吗 你刮胡子有意义吗 系列有意义吗 你穿上一身衣服有意思 你固定喜欢某种颜色 你不断的追求花样翻新有意义吗 你学了半天唱歌 最后不就是 一辈子有上过那么几次台吗 所有一切都将消失 人生也是一个过程 所以你不能说 我们的做饭讲究一点 我们追求一点舌尖上的快乐就没有意义 在肉当中 菜当中 豆腐当中 寻找对生活的热情 这本来就是生活的百来面目 你拿稀采来说 面网上黄色的干烙啊 点缀一点风唐培根 新鲜的荷包蛋正好在火候上 对吧 你不能烧干了 你不能火大 也不能火小不熟 放点小香葱的葱花 抹一点红红的颜色好看的辣椒酱 你再有那么一块 稍稍硬一点耐咀嚼的饼 一杯漆起来麦香浓郁的蒙北麦片 加上牛奶 上面如果再融化 麻酥里拉奶酪 你再放一点奶油酱 天哪乡村火腿碎网上他们一放 说到这儿 您发现了没有 我不光吃海南的糟粕醋 西餐人家做的讲究的 我也喜欢吃 有一次我跟著名的南高银歌唱家李双江老师在大海上漂泊半个月 没几个人 就没上岸 每天吃西餐 有机会我要把跟李双江老师在一块吃西餐的故事讲给你 对不起 我跑低了 小编提起我时间到了 说糟粕醋 讲到这个跟李双江老师大海上吃半个月西餐的故事 简而言之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 我是吃货司马南 再见